海魁陸景縣市在增加 預測未來6小時內 強度再略為增加 暴風圈也有擴大可能 但與台灣距離已經沒有太遠 只要出路後 環流受到地形破壞 強度就會開始減弱 陸上警戒區域也新增了 雲林以及台南 因此目前整體的陸景範圍 包括了花蓮 台東 南投 以及雲林 以南的各縣市 預計明後天是海魁颱風 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候 尤其花東地區 將會有劇烈風雨的衝擊 海魁直播台灣 將終結1471天 沒有颱風登陸的記錄 目前還是已從台東 登陸的機率最高 現象局說海魁進入台灣海峽後 導引氣流非常微弱 可能呈現滯留 甚至會緩慢移動打轉 預計明天的傍晚到晚間 颱風的中心有可能登陸 在整個東半部 明天都是風雨最劇烈的時候 而下午開始 中南部的風雨也會陸陸續續 慢慢的轉強 周日開始 花蓮 台東 宜蘭 恆春要防雨 如果海魁在近海滯留 中南部和東部雨勢都會很驚人 看看暴風圈侵襲機率 以綠島98% 南於96%最高 另外台東 屏東 高雄 台南 建於91%到97% 本島 台中 以南 機率都超過六成 至於北北基陶 則不到三成 預估在今天晚上8點到明天晚上8點的24小時累積雨量 主要明顯降雨的熱區還是集中在東半部地區 其中宜蘭山區跟花蓮山區 預估雨量會來到200到340毫米 而在台東以及蘭嶼綠島地區 預估雨量也有150到300毫米 預估北部放颱風架的機會相對低 根據信用局資料 9月3號週日上午6點到12點 花蓮 台東 蘭嶼綠島和寒春半島風力預測最高可達10級 達到颱風停班課標準 但是否會放颱風架 還是要交由地方政府決定 TB的新聞連南會就差不多 海窺颱風步步逼近 雖然宜蘭還沒變天 但防台準備不能等 南方澳 漁港 漁船全都靠岸 海鄉不佳 無法出海 漁民也加強固定 避免漁船互相碰撞 或是撞上岸邊 導致迴損 上一顆颱風來說 原本可以出去 可是後面這一顆颱風又進來了 如果外面還有風浪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出港這樣 你們這樣多久沒有出去 三個禮拜 大概三四十萬這樣 無法出海導致沒辦法捕魚 生計多少都受到影響 可能成為睽違四年登陸台灣的颱風 不只漁民受到了影響 商家能賣的貨也跟著變少 星期六接近中午的時間 原本應該是海鮮攤商 生意正好的時候 但有些店家沒東西可以賣 只好提早收攤休息 沒有禮貨可以讓他們買 變比較少 大概零一半 少一半有 家喻沒生意可以做的收入 恐怕影響不小 海鮮餐廳更是受到衝擊 周末用餐時段本來一位難求 但這個禮拜一層樓都只能勉強做買 就是因為遊客擔心颱風而紛紛取消行程 原本是要到花蓮 然後因為就是颱風的關係 可能就是先在宜蘭這樣 本來花蓮一間飯店我們已經退掉了 對 那另外一間就是還在看 還在跟那個旅行車腳色當中 雖然海盔颱風路徑不斷改變難以捉摸 但從東邊逼近台灣 天氣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還是未知數 民眾想出遊或是攤商要做生意 恐怕都得再等等 TVB是新聞綜合報導 海岸沙灘的入口處拉起紅色封鎖線 墾丁國家園區及生態保護區 因應海魁颱風 周六起全部禁止入園 本來玩海灘啊 可是關起來啦 就不知道來到這裡就關起來不能下去 很少信 行程改一下就好了 目前還在尋找備啊 天氣現在看起來不錯 只是不能下海有點可惜而已 早早就規劃墾丁之旅的遊客們 好興致全被颱風攪局 但周六中午 恆春半島風勢逐漸增強 南灣海岸出現約兩米浪高 海巡人員加強駐守 也苦了當地民宿業者 那台風雨就沒辦法下去走了啊 浪大就怕紅旗 那那個 有那個什麼 有台風它就轟 沙山就轟手 上禮拜幾乎沒有什麼住房 對 然後明天的話 但是會常會滿多的 所以大家都會怕 海魁颱風周六上午發布路景 範圍還擴大到嘉義縣市高雄屏東 颱風持續難移 台南市長黃偉哲還親自作證指揮 到安平抽水站實地抽查 抽水機還是可以正常運作 不過因為我們還是要必須講 因為最近今天有大潮 潮位很高 所以幾乎已經到了 我們抽水口的一半了 中南部沿海依舊有大潮 台南市防災應變中心 一早九點就開設 準備六十座抽水站 移動式抽水機四百九十九台 而山區也預估會有豪大雨 阿里山林鐵 九月三號 四號 全線預警性停駛 高雄藤枝國家森林公園 也從二號開始 一直到四號 採預警性修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愛家愛護勸導撤離 不少南投廬山溫泉區的居民 也早就心裡有數 準備要下山了 我們等一下就下去 準備地方可以去嗎 有啊 我們現在鼓勵有這樣 南投仁岸鄉長和村長轄區 派出所遠景 九月號下午四連鐘 就開始勸導 廬山溫泉區的民眾避難 有人就要下山 有人是前一波蘇拉颱風 就已經預防性撤離 九月一號才回來 結果又遇上海葵 家才住了一晚 又要離開 但也有居民 堅持要守著房子 不放心房子 但這決定也令人擔心 仁愛鄉長表示 廬山溫泉區 馬赫波部落 因為上次蘇拉颱風 已經撤離過一次 這次大概還剩下22人左右 已經安排好緊急避難所 畢竟上次卡努才上演 受困驚險吊掛救援 多留一人都會掛心 除了人生安全 物資也要提早準備 打開冷凍庫食材塞滿滿 有雞腿牛肉雞排魚排 蔬菜我們都有綠色的東西 便當店的冷藏冰箱綠色蔬菜 也是塞滿滿 店家多準備了一個禮拜的食材量 不過颱風天也不會有遊客 反而主要顧客都是在仁愛鄉 幫忙搶修的工人們 比平常都準備了多少 另一家便當店好幾袋的蔬菜 另一家便當店好幾袋的蔬菜 趁著還沒下雨趕快採收 就怕颱風來了沒食材會斷吹 只是店裡面擺出來的便當菜 都還沒有人動過 南投仁愛鄉公所9月2號 正式提升為異級災便中心 也準備了7到14天的存糧 就怕這次海葵一來 豪雨灌注又像上次卡弩颱風 把仁愛鄉連外道路全都衝斷 變成孤島可就不妙 所以這一次該準備的 都先穿便便 TVQ傳出嫌宿泰 羅一星SNG小組南投報導 攤販一個跨步向前追 眼看一捲箱蝦子差點飄走 攤販們把魚貨越墊越高 一旁還有花枝飄在水面上 這台灣滿的水上市場 就在彰化線溪溫子港 9月2號中午11點半 又碰上漲潮 水位一天比一天高 有攤販早早墊高 有的來不及只能慢慢往高處擺 人家撩在那邊移 大概會差幾層 不知道 這要看人家 因為有10個人家在那邊站起來 看他一個小時 對以後之後才會下來 就怕水淹進雨鞋攤販 自己拿石頭 拿板凳 幫自己加高 颱風還沒來這裡已經淹水 民眾逛市場還以為來到災區 有民眾苦衷作樂 站在攤販前 擺好姿勢露出笑容 直接現場拍照打卡 把水上市場當成網美景點 阿伯在階梯上很猶豫 想不想把褲管捲起來 皮鞋襪子都脫了 赤腳下階梯才買魚貨 攤販們說原本看準颱風天前 民眾會出門搶買魚貨 結果漲潮淹水 大家在外面看了看就掉頭 從早上拖到中午都賣不完 我們中部就是怕這種的 如果從台灣北跟台灣南過去 這邊會有什麼影響 颱風過去的話 你看那個船都不會在這裡了 船都開進去 業者說以往六日週末 一天基本是三萬營業額 現在到下午都只有三千塊 剩下以往十分之一 業績相當慘 海鮮不能放著 只能促銷打折 減少損失 TVBS新聞陳志忠 將軍許又翔 彰化廠報導 海葵颱風來襲 可以看到在東北角這裡 風濕還有海浪 都是非常的明顯的 就是因為最近有太多的颱風 不斷接力來襲 所以說可以看到 在沙灘上的沙雕藝術技作品 就成為最大的受災戶 小飛象的招牌長鼻子 怎麼不見了 沙子整個散成一片 可愛外觀瞬間變好可怕 就連愛麗絲的餐桌 底部也整塊消失 另外不管是米奇 還是唐老鴨 沙雕作品都斑駁脫落 因為受到颱風風浪影響 浮隆海水浴場 和浮隆國際沙雕藝術技 宣布從2號早上8點起 暫時關閉 導致從南部上來玩的民眾 大撲空 本來要出來玩的 但是因為颱風天的關係 所以撲空了 業者表示 其實沙雕目前受損的部分 是上次卡弩颱風造成的 不過眼看沙雕藝術技 要一路半到10月 就怕作品通通大變樣 業者也趕緊在沙雕周圍 逐起擋浪牆做防護 卡弩颱風造成的損害 大概是12座沙雕的損壞 這個至少是好幾百萬的事情 雖然暫時看不了沙雕 但很多民眾還是興致十足 位在新北共聊的芙蓉大飯店 大廳滿滿人潮 全家大小搶著跟吉祥物互動 公關表示 因為天氣沒有很差 所以暫時沒掀起退訂潮 除了芙蓉大飯店 同樣位在萬里的白宮行館 也表示沒什麼人退訂 而愛月酒店也留度假館 雖然表示有部分人退訂 不過看到風雨沒有很大 也有人想重新訂房 然而颱風變數大 民眾還是小心謹慎為妙 TVBS新聞網信堂劉軒 新北參謀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看最完整的新聞 並且看最完整的新聞 並且看最完整的新聞